第二天,魏无羡打扮一心,然后就给给蓝旺基打了个电话,蓝院长,您住哪里?我去,接你。蓝旺基把蓝家别墅的位置发给了他,魏无羡喜滋滋地照了照镜子,甩了一下头发,就准备出门。 江城叫住了他,魏无羡,你花枝招展地准备去哪里?见朋友,冰箱里吃的喝的都有你自便,真的要去见女朋友。 嘿嘿,魏无羡笑弯了眼不知可否,打开门就走,魏无羡的车子开到蓝家别墅的门外,发了个鞋戏给蓝旺基。 蓝院长,我到您家门口了,不一会儿,就看见蓝旺基一身洁白的颤衫西裤,缓步走了出来,魏无羡帮他打开腹,驾驶座位的车门,让他坐了进去。 蓝院长,真是对不起,我失约了,这些天我弟弟从法国过来,我带他熟悉了一下这边的情况,把跟你的约定忘记了,真是不好意思。 意思,不是,魏无羡这次熟门熟路,把车开进了月轩,那一月轩的服务员炸开了锅,蓝院长,又来了,还是跟上次那位帅哥。 天哪,进击一月轩是天降祥瑞了,一个机灵的服务员及时迎了上去,蓝院长,这位先生这边请,蓝旺基点了点头,魏无羡跟服务员说,找个临水靠窗的位置。 好的,服务员把蓝旺基和魏无羡带到一个清静的角落,那里的窗正对着大片的湖,面,绿波荡漾,云影徘徊,蓝院长,这苏州的女孩子都认识你啊。 魏无羡满眼是笑的看着蓝旺基,蓝旺基不,答,耳垂却红了起来,魏无羡从未看过人脸红,特别是一个美男子脸红,那简直是奇迹。 天哪,居然还会有人,脸红还是一个社会名流。 魏无羡看着蓝旺基,如烛如魔的脸上,一层羞涩的神色,还有淡红的耳垂,他呆住了。 怎么会有这样的人,一个宝邪的社会名流会害羞,脸红。 先生,茶来了,服务员端来了茶具。 好,请放这里。 魏无羡慌忙把茶具放好,就开始烧水。 蓝院长,我茶具洗好了,茶,还是请你来泡吧。 魏无羡无比认真地对蓝旺基说,你去喝茶,你来。 蓝旺基抬眼看了看他,眼力是鼓励。 哦,对,我要学艺势得自己动手。 蓝院长您来教,您说一我不二,一朝一事跟着。 来,魏无羡装作恍然大悟的样子,其实他是想看蓝旺基泡茶的模样。 特别今天是一身清爽的白衣,那清冷的气质在绿饮婆娑的背景里,是一幅绝妙的画。 其实没什么,喝茶不外喝个净与净,心不净,喝不了这个茶。 那是,开始,您来教。 三十五,先烧水温剧。 其实魏先生都会,你先坐,不对的,我再说。 好的,我来坐,蓝院长您给看着。 这魏无羡在遇见蓝旺基之前,还真没试过静静坐着等一杯茶喝。 他能品酒,他喝饮料,但就不是这种喝法。 魏无羡兴致勃勃地洗起茶具。 他刚伸出手拿起一个茶杯,准备用热水烫洗。 蓝旺基递给他,一个茶家,用这个,小心烫手。 好,魏无羡接过了茶家。 不经意中,两人的手轻轻碰了一下。 蓝旺基手指微微依,全,这一本能的反应让他自己一愣。 没人知道蓝旺基对洁静的要求是近乎令人发指的程度。 他从不与人触碰,无论是谁,能走进他的人区之可数。 不要说跟他有接触。 然而,刚才他发现,他的手碰到魏无羡的手,有一种奇怪的感觉。 非常自然一点也不,反感。 看着魏无羡笨手笨脚,却特别认真专注地学泡茶。 蓝旺基的眼睛有点恍惚起来,这个人,是谁? 蓝院长,这第一遍茶是不是要倒掉? 对,魏无羡鼓刀了老半天,终于把茶倒进了公道杯,再倒进两个小杯,用茶加加起一杯给蓝旺基,蓝院长,您试试。 魏无羡搓着手,双眼充满了期待地望着蓝旺基。 蓝旺基轻轻念起茶杯,放到嘴边戳了一口,慢慢咽了下去。 不错,真的,我自己来试试。 魏无羡高兴得不得了,端起另一杯茶就到进了嘴里,等喝进去之后才醒悟过来。 自己又是在饮牛饮驴,魏无羡不好意思地望着蓝旺基笑。 蓝院长,您看我,没关系,习惯了就好。 蓝旺基端起公道杯,给魏无羡蓄了一杯茶。 嗯,习惯了就好。 蓝院长,我现在是常驻苏州,就可您多指教了。 指教不敢,你我年龄相差不大,不用总是您字,旺基当不起。 三十三,蓝院长,你当然担当得起,不过你说得也对。 我们是朋友,相差不大,以后我就不用,您了。 魏无羡对于蓝旺基这个提议非常高兴。 这说明蓝旺基跟他的距离近了一步。 魏先生以前来过苏州,蓝旺基问,没有,从来没有。 但是我一来到苏州就喜欢上了苏州。 苏州真是个好地方,魏先生跟苏州有缘。 确实是,我跟苏州是真的有缘,多年的缘分了。 当初是我说服江叔叔来苏州投资的,是我要来。 假公祭司,哈哈。 魏无羡一脸的无邪,好像是把一个心底的秘密分享给彭。 有听,特别的高兴。 哦,蓝旺基一脸的疑惑,当初江叔叔想回内地投资,跟我们兄弟商量选择去哪个城市。 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苏州。 自从我会吹姑苏行知道,中国有个城市叫做苏州。 我就想来苏州,于是我就想办,法座调查拿数据给江叔叔。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,魏无羡眉飞色舞得意洋洋。 你投资只是为了来苏州。 是,蓝院长,你是不是觉得很奇怪? 想来苏州旅游不就行了吗? 为什么一定要来投资? 其实我也不知道,就是心里想来。 可能,我就是想在这里待久一点。 我想了解苏州的一切,知道我为什么一定要来。 那,顺便发展家里的事业也未曾不可。 也是,蓝旺基点了点头表示赞同。 事实证明我没来错。 苏州真的特别好。 而且我还遇见了你。 蓝院长,蓝旺基望着那双闪着星光的眼,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感觉在蔓延。 这个人很想 сл会双闪着星光的眼睛是专门。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